同样也是做公益 一家不动产公司的经理邱熙奎 长期热心公益回馈社会 而今天是他52岁的生日 他特别在三星监狱 捐了一台驾驶100多万的车辆 给更生团契作为交通的福音车 希望可以送这些志工 平安往返监狱来传福音 不动产公司的经理邱熙奎 以妈妈陈阿春的名字 并且选在52岁生日的今天 在三星捐出这部价值100岁的阿春五号车辆 给更生团契作为交通福音车 以回馈社会 这部车也是邱熙奎捐出的第五部车 更生团契是专门在关心色行人 还有被害人的一个公益团体 那更生团契非常有爱心 那我们企业 7月就是要把赚到的钱 今天来做有意义的事 那我们今天这部车 让我们更生团契的这些志工老师 都有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交通工具 今天是妈妈生我的日子 也是52年前 那今天特地 妈妈以前是非常辛苦的 以前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家 妈妈是寄居在我们阿姨的房子里 那现在我们就是说 经营企业 经营企业 那经济也改善了 那我们也希望以妈妈的名字来 监出这一部车 更生团契是一个专门关心 监索收容人 被害人家庭的爱心民间组织 服务已经20年了 每周四次到监索带领团体 舞蹈班等等 以爱来医治 鼓励收容人脱胎换骨 而有了这部新的福音车 让志工们更安全地往返监索 保里达有捐一台给我们使用了 但是已经五年了 那我们这次是盘石建设公司的经理 这个秦先生 他也是我们的委员 跟生传织的委员 他说要建议来新的 可以做比较多的人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有好几位同工 都进三星建议来做教诲的事工 也有在美超 也有个人的辅导 也有在教堂的聚会 还有在工厂的工作 有在大概将近有20多个人 来参与这个事工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台这个车子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同样身为更生团契委员的邱锡奎 在事业有成之余 为社会公益尽绵薄之力 也借此操砖引玉 希望各界多来关心社会弱势 一蘭新闻记者十四名 财宝报导 财宝报导